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很穷 不能和同龄的小伙伴一样 讨取功名走向仕途 而他为了生活不得已去给地主家放牛 朱元璋也不甘心一辈子只是个放牛郎 最后鸡选巧合下参加了起义军 却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的开始 慢慢的朱元璋有了自己的队伍 再一次 敌军交战时吃了败仗 为了躲避敌人的松茬 躲进了一户农家 这户农家只有一个寡妇 他 他们两人在短暂的相处之后 慢慢的有了感情 这跟农妇长得十分美眸 这天 朱元璋就没有离开 两人住在了一起 第二天 朱元璋觉得缩铺的人已经走了 便想着离开 农妇看着朱元璋要走 就在门口扯着他的袖子 问朱元璋如果怀上了怎么办 展开全文朱元璋 也没在意昨天发生的事情 觉得只是情之所致 今天农妇却拉着他衣袖 就问朱元璋也没想抵赖 身上又没有值钱的东西 便拿起农妇的书子 掰成两万亿人一个 便告诉农妇如果真的怀上了 就拿着这半截书子去找他 农妇接下书子 就让朱元璋离去了 真是天公作美 这位农妇还真的怀上了 真是令人惊讶 大家想想 一个寡妇又怀疑了 肯定少不了街坊四民的指指点点的 日子也是越过越苦 但孩子出生没多久 农妇就去找朱元璋 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是皇帝了 母子两个人来找他 朱元璋也没有躲避 但是这个 时候和当初的身份不同了 为了自己的名声 只好将他们母子安置在宫外 找了一些丫鬟去伺候 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了 就被封为代王 这个孩子就是朱桂 朱桂却不得朱元璋的喜爱 朱元璋膝下有二十多个孩子 而朱桂是自己风流所留下的 既然没有感情 除了让他过上紧一律时的生活 几乎是没有管过 这也造就了朱桂的肆意妄为的性格 经常的欺凌百姓 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赖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